剩下一個多月要這個投票 四十四天 那上個禮拜在我們節目現場 那時候是在軍藥飯店的這個分手擂台 那經過一個禮拜 終於結束 我覺得是也蠻好的 就是終於這個塵埃落定 但是主持人 你剛剛提到這個東西 我們看這個柯文哲 他之前嗆財團 他當臺北市長說 嗆財團說 財團是用刀叉 在吃人肉 刀叉吃人肉 那現在柯文哲挑副手呢 他挑的是財團的小公主 那我不曉得支持柯文哲的朋友 會不會有任何的這個違和感說 那你不是 不是要跟財團劃清界限嗎 其實柯文哲在當臺北市長的這個任內 多次被媒體拍到 他跟財團吃吃喝喝 所以大家不要太不要太訝異 說他跟財團的這個關係 那這個副總統的人選 這個蕭美琴是賴清德上禮拜宣布 然後上個禮拜五 我們才知道說 侯友宜找了趙少康 然後柯文哲挑了這個吳欣營 那觀眾朋友你要想說 因為副總統是被位元首 你能夠想像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 然後有一天如果發生什麼特殊狀況的時候 蕭美琴是我們的總統嗎 你能想像嗎 那你能想像說 如果柯文哲當選 然後有一天吳欣營是我們的總統 你能接受嗎 我給大家看一個這個 這個昨天 昨天趙少康到士林夜市 這個去拜票 你看友台的這個這個小編 叫什麼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這個圖應該傳給侯友宜 你看他變成總統候選人 這當然是這個小編的這個比物 可是我必須講說 趙少康他擔任這個侯友宜的 這個副總統的這個搭檔 我會想像在這個禮拜以來 剛好一個禮拜 今天禮拜四 給國民黨給侯友宜 有非常多的加分 非常多的這個選情的這個外衣 不過這些我覺得也應該告一段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即便有趙少康的副總統 即便有韓國瑜的不分區 我請問所有的觀眾朋友 國民黨侯友宜的民調有贏嗎 沒有贏 也就是說你把你手上的王牌都打光了 可是你還是落後 如果今天投票的話 以目前這個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今天投票的話 當選的恐怕還是賴清德 那我們看看國民黨的這個絕招是什麼 這昨天國民黨中常會 朱立倫主席說民調幾乎追平 我們規劃了15場的大型造勢 還還又要大型造勢了 這國民黨又要開始 他的這個陸軍 這個動員 就所有的這些國民黨 這些基層的系統 這些就是柯文哲沒有的 這些就是國民黨引以為傲的 然後朱立倫要15場 最少15場的大規模的造勢 要幫這個侯兆沛來這個加油 可是這個主持人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國民黨可能是輸了 為什麼呢 觀眾朋友請問大家 四年前的總統大選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還記憶猶新 四年前的總統大選 是不是每一個韓國瑜的造勢場合 都是爆滿 韓流 所謂的韓流 不是像今天比較冷的韓流 是韓國瑜的潮流 是不是每一場大造勢 大家都是這個爭先恐後 然後所有的韓本 都是打死不退 不管是路後 踏車 從南到北 然後全力的支持韓國瑜 那國民黨現在說 我們一樣畫葫蘆 我們再來個15場的大型造勢 那現在韓國瑜是不分區的第一名 韓國瑜一定會到場 然後趙少康是副總統 加上侯友宜 朱立倫什麼 大型造勢 可是我請問大家 去年國民 對不起 四年前國民黨 是不是贏了造勢書的選舉 他每一場造勢都贏 然後大家就說 應該是贏了 你看 都放滿 爆滿 然後蔡總統的造勢場合 是遊覽車再來 雙組蔡的便當 蔡總統還在上面演講 台下已經開始 坐遊覽車離開了 然後所有國民黨支持者說 我們贏了 我四年前我也犯了一個純 我看那是中天的收視率 一台比七台 中天一個的一台的收視率 比另外幾台加起來還多 我就贏了 你是你 我每天都在看收視率 我贏了 結果票開出來 輸的黑黑黑 輸的19%得票率 輸的264萬票 那我請問朱立倫 那你現在的招數又是說 那我們再來辦大造勢 再請韓粉出來 有韓國瑜的帶動大家這個有用嗎 怎麼會是剩下這一招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很簡單 為什麼五年前 在韓國瑜擊敗陳其邁的那場 高雄市長的歷史性的選舉 你知道陳菊拿九十九萬票 將近一百萬票 楊秋新才拿四十五萬 那個得票率 得票率差了三十幾% 九十九萬跟四十五萬 你自己去算了 看差幾% 可是韓國瑜能夠逆轉贏了陳其邁 就當年在高雄支持韓國瑜 支持國民黨那些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為什麼五年 2018到現在五年快六年 為什麼就不見了 為什麼 為什麼年輕人現在就即便 吳錫寧的各種離譜脫軌的行為 為什麼柯文哲的民調 還吼在那邊二十%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入軍 大家都知道他挑了一個 很離譜的副總統 大家都知道他連藍白分手之後 他連去肇事的場所都沒地方去 這樣他都還有二十%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賴清德 就像主持人 我們最近談的民進黨的 各種天怒人怨的事情 賴清德我還贏你 我還贏你 我賴清德我還第一名 我柯文哲還吼在那邊二十% 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是說 國民黨不要再迷信這種大型造勢了 國民黨的基本盤 可以把造勢場合給塞滿 這絕對沒問題 在趙少匡跟韓國瑜的林軍之下 一定可以把大家揮國旗 唱中華民國送 塞滿絕對沒問題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四十四天之後的投票 國民黨的票開得出來嗎 如果照目前民調的狀況來看 其實是不樂觀的 如果今天投票的話 當選的應該是賴清德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看電街 也許它算是最新的 逐步 請問生fo 可以 看電街 都看電街 不是 不停 返門 那麼 有 有